另外呢我们要来关心的是一个最新的现场了 这是中台飞特现在挟带豪雨 在台北市的摄子岛百灵桥附近 比较低洼的地方已经出现淹水状况了 积水大概有半个轮胎高 另外呢这题外的运动公园甚至已经都被积水给淹没 最新状况马上交给文婷 好主播现在这个所在位置是在摄子的百灵桥的正下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在所走的这个楼梯呢 原本是通往他们的运动场 但你可以看到如果说你再走下去 这水可能会一直往上一直往上淹到腰部以上 因为呢这个地方呢大概从早上十点多开始 就已经开始就已经有基隆河的河水不断的涌进来 而你可以看到这一整个运动场篮球场足球场 几乎都已经被水给淹掉了 而这画面真的是相当的惊人 不过也提醒民众呢 其实这个淹水以及积水状况是相当正常 因为在百灵桥的题外运动公园这里 其实本来就是为了要给基隆河做行水用的 因此也提醒民众呢 如果说台风天的话 尽量不要走到就是这个题外运动公园这边 以免有不好的伤亡 以上是我们进行的现场最新 好的谢谢文婷